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周本顺如此不顺原因何在 7月24号也就是令计划被捕的第四天 中共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落网了 周本顺实际上是中共十八大以后 第一个在现任的这个职位上被抓的这个省委书记 他上午还在张高丽的一个会上下午就被抓了 周本顺为何如此不顺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里先谈一个现象 就是周本顺和令计划实际上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他们都向习近平求饶 周本顺实际上多次在党刊上 在媒体上还有在公开场合表态 向习近平效忠 令计划曾经跪求胡锦涛替他说情 而且在党刊上吹捧习近平 那么习近平并没有为之所动 然后把他们俩都抓了 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 中国有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那么你欠下了血债 是吧 犯下了罪行 都是要偿还的 你要不还躲过去 那求饶也是没有用的 是吧 总是要照报应 其实周本顺如此不顺的根本原因 在于他追随江振明 周永康的这个镇压法轮功 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他其实从一个底层上来 这个能够不断得到提拔 原因就在于他卖力的镇压法轮功 我们知道他曾经在这个湖南省 担任过公安厅长 政法委书记 然后又被提拔到中央政法委 当副秘书长 然后又当了秘书长 这几个职位 咱们可以看出来 都是迫害民众 尤其是迫害法轮功的这个职位 是吧 这个是犯罪的记录 那么他跟随周永康十年 当了这个政法委秘书长 其实周永康镇压法轮功 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由周永康去操作和执行的 因此他犯下了很大的罪行 然后到了十八大以后 他下放到河北省当省委书记 继续变本加厉的镇压法轮功 所以这个罪已经大到了 非常欢不可的这么一个地步 而且周永康实际上是在周永康 令计划之间建立联盟关系中 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里边我觉得有三个问题 我们可以谈到 第一个就是善恶有报 也就是说呢 你迫害多严重 犯下了罪行有多大 是吧 你想逃过去那天理不容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报应啊 是要通过人间的形式来表达的 你对人民犯下的罪 不是哪个人 不是说你对哪个人求饶 就可以放你一关的 这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也是在 秉承天意顺应民意在做事情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民意 据明慧网报道 从五月底到七月二十三号 已经有超过十万 法轮功学员和家属 向两高递送了这个诉讼状 控告江泽民 那么按照这个地理分布的情况来看呢 正好河北省 我们可以看到是名列榜首 是第一 是吧 人最多 那么这又也就是说呢 就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周本顺洛网 跟河北省迫害法轮功的情况 以及法轮功控告 江泽民 这个之间是有一个正相关 而且这个两者之间呢 力度也是相一致的 这就是说明呢 周本顺的落网跟民意是相符的 再有一个就是呢 周本顺以后定罪 可能用这个民意 那个民意 也可以用贪腐的民意 但是呢 他因为迫害法轮功 遭到报应这一点 是实质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周本顺不顺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点 周本顺不顺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讲 是他自己制造的 因为在十八大之后啊 周永康的几个秘书 先后的都落网了 是吧 唯独周本顺软着落 被下放到 这个河北当省委书记 是吧 实际上是习近平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重新站队的 周本顺实际上是不作为 而且呢 故意的消极抵抗 来对抗这个反腐 打虎 实际上习近平 2013年的时候 专门到了河北省 参加了他们这个审委会 让他们批评 自我批评 然后呢 很多常委指责这个周本顺 周本顺自己也承认 他自己反腐不利 但是他不改 而且继续消极代工 来进行顽抗 我们知道 这个审委会开会的时候 应该说是 大家发言以后 你审委书记 最后要做一个总计发言 然后呢 一锤定音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是周本顺 他恰恰相反 他是让那个副书记 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实际上就是消极代工 那么现在习近平提出来 就是要能上能下 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 可能有一个能下 就是要 这个江派要下去的 这个名单 可能就是要 正好呢 就拿这个周本顺 周围向这个江派官员 进行警告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觉得拿下周本顺 也是习近平打虎 更上一层楼的这个需要 十八大以后呢 我们观察一下 习近平打虎 基本上打的是 副省级这个职位上 江派人物 而省委的一把手 基本上是没有动 有动的话呢 也是上吊中央 挂个闲址 或者说在各个省之间 进行对调 或者是用退休啊 离休啊 这种方式来处理 那么 拿下周本顺 这个现任的省委 第一把手的话 我觉得是打破了 这个规矩 而且呢 实际上是对江派 正审级的这些 这个高官 是一个极大的震慑 换句话说呢 现在打虎 已经进入到开放型了 是吧 全民宿江了 是吧 习近平要直接 就是向 让郑敬洪 江泽民动手 这个时候就没有 不要只有这个曲线了 就是直接快捷的打将 是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把这个周本顺拿出来 作为一个例子来说 是有这个考虑 第四呢 实际上习近平 也是巧妙地利用了 江派内部的这个矛盾 张高丽 江派常委 张高丽 实际上 他没有什么实权 但是他唯一有的一个名头啊 叫做 经济纪 经济协调 发展小组组长 那个经济纪 就是说北京 天津 河北 我们知道河北省 除了经济问题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 他的环境污染的问题 尤其是阴霾问题 是吧 久置不下 其实这也是张高丽的 一个烫手三域 那么正好这次呢 把周本顺拿下去 张高丽的话 那也是乐见其成 他能够熬过一关 是一关吗 很快就熬不下去了 但是他能熬过一关 还是一关 是吧 这是一个考虑因素 那最后的话 我想呢 这个北戴河会议 是吧 北戴河是由河北省管辖的 是吧 这一次北戴河会议 将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人事问题啊 经济问题啊 这个能下的问题啊 就是打击江派的问题 就是通过能上能下 把这些 这个谁在这个名单上 把他们拿下去啊 等等这些问题 周本顺 作为省委书记 这个北戴河是 河北省管辖 那么他又极其不可靠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防范 周本顺利用北戴河会议 闹出一些事情来 是吧 进行捣乱或者什么样 那么提前把它拿下去 我觉得也有这种考虑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